如果你的影片不是像我們這種即使的 那沒有關係 你看這裡已經人去樓空了嘛 好 我就放旁邊齁 你也可以用眼睛關掉 有沒有 暫時關閉 這樣就不用刪掉 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裡有眼睛 如果真的不要就下面這個刪除 好 那如果呢 你已經有我們剛剛那個下載下來的 這裡有欄目影片 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一樣把它叫進來 用哪一個 用媒體來源 有看到嗎 媒體來源齁 那 從這邊 其實如果真的你懶得這樣去區分到底是哪一個 應該知道人性化的那個方法 拖進去就好了 也是可以齁 好來 這邊我就選好 我的 這個 新資料夾 好 這裡 你這樣 確定 因為呢 我們影片是不是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 這個影片 可以一直 播放 你就把循環勾起來 好 這樣就比較不會說 比如說你播了10秒 20秒之後 怎麼不見了 好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 好 確定 有沒有進來了 進來之後 按右鍵 你找一個叫做濾鏡 濾鏡這個地方 按一下 下面這邊 記得 我剛剛講的 你的 色度鍵應該是跟色彩鍵位置對調的 你們版本19的 在這個 反正記名稱比較知道了 色度鍵 按一下 好 確定 第一個 先選你的木是哪一種 因為這個是藍木嘛 第二個 從相似性 開始往下調 就這三個屬性就好 好 相似性先調 有沒有回來了 再來調平滑度 就它 比較細微的地方 再來就是旁邊 銳利度 它整個的那個顏色的多管 其實你在調的過程 你可以先看後面 有沒有就只有即時的 你可以拉開 兩個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按確定 擺好 塗層順序怎麼辦 按手往下拉 有沒有 這樣子 人太小了 這樣還OK吧 可是因為這個會跑到旁邊啦 所以 你盡量你在動作的時候 盡量不要就是 超出那個藍木的範圍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如果說你像這個 有一點點 有沒有一點點 藍木沒有拍好 有沒有 露出來 你平常可以縮放 可是這邊呢 你可以按住一個 如果你要做裁切 比如說這裡 是太多了 你想裁切一點的話 也可以 按住鍵盤上的ALT 鍵盤上ALT 你滑鼠再來拖曳 這樣就有裁切的效果 好 所以你看一下喔 我在這邊 按住ALT 有沒有裁切的效果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如果有時候 你剛好你看像這個 太多 我就把他 是不是拉進來 這樣就不會不小心 就是有超過的那個範圍 這樣可以了嗎 你可以先試看看喔 這樣都不會